不是阿泽说啊 有些狗奥特曼的运气 真的是不太行 因为有着奥界顶级战力 所以系统就要强行塞给某克瑟斯 一堆随时被刺他的牛马 明明是形成在减压的大环境 某位特将军却要48小时 不间断的疯狂加班 只能说是顶级没笔啦 今天阿泽就为小伙伴们细数 奥界狗运最差的几位奥特曼 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惨吧 前排提醒 本视频仅为娱乐为主 并不具备权威性 小伙伴们图一了即可 切莫当真哦 首带其中的当是Nexus莫属 在其他奥特曼看来 Nexus要实力有实力 要颜值有颜值 妥妥的奥界天花板 但实际上Nexus的运气非常不好 甚至是奥界数一数二的差 最早他的完全离诺亚 拯救了来访者的心情后 来访者以他的模样为基础 制造了飞烟扎机 前天下后续扎机暴走失控 反而破坏起了自己的母亲 虽然来访者为了弥补过失 引爆了星球 但还是无济于事 诺亚不得已出来给他们擦屁股 为了追扎机 他到了地球后 诺亚也是在之前的战斗中 耗尽能量化作自己的基础形态 然而他的噩梦才真正开始 虽然自己选择的人间体 整体素质都还不足 但架不住周围一堆坑逼队友 他登场的时候 明明把我是好人 这几个大字都写在脸上了 某些人还是把他与怪兽化为一类 还是选择痛击友军帮到忙 真吃力不讨好 同样因为自己的力量 Nexus也惹了一生的麻烦 由于夜袭高层的际雨 他的失能者始终都处于危险的状态 稍有不慎便会被当场逮住 进行记忆读取实验 以至于奥界有了一条奇怪的传闻 那就是成为Nexus的失能者 都活不过40岁 明明有着奥界天花板的实力 却一直在给人擦屁股 即使自己好心 却又要被一堆猪的友针对 就他叫运气 在整个奥界也难以找出能与其匹敌的 新年代老大哥赛罗也是运气差的奥特曼之一 赛罗除去自己作为主角的剧场外 表现都过于一般 他着实是有点倒霉 首先是赛罗摊上的人间体都不太理想 与自己的适配性都不是特别高 大恨望以一己之力让赛罗成功怀疑奥山 显现对人间体产生阴影 而第三个人间体令人实在是过于软弱 他经常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 与赛罗起各种冲突 好在赛罗经历了大恨望的洗礼后 有了应对经验 在关键时刻 赛罗会直接夺涉地人的肉体行动 要知道其他奥特曼和人间体融合后 都能在人间体主导下战斗 为自己省下不少事 而赛罗本来就身受重伤 还要经常上班代打 真的是合体了也不让人好好休息 其次赛罗的课程待遇也会成几何式下降 除去自己的剧场外 他的实力就非常飘忽不定 明明视定不上 却要因为莫名其妙的剧情设定挨刀 仅仅提被打坏帕拉吉之顿不说 正片里进化新型态后 为了给宗皇铺路 居然输给了达达这种路边小怪 即使在银河格斗里 获得了最强的形态 也是没有形态保护期 与自己的回归永不吃败的老爹 形成鲜明对比 他的内心好吗 如如好 大话都知道 自从进入新生态后 奥特曼也开始减负行动 本来一个奥特曼 至少要在地球上待个四五十级的 自打银河开始 他们只需要待二十八级左右 出现时间和需要消灭的怪兽都变少了 但就在这种集体减负的大环境下 特里加却被迫营远 开创了奥界最惨打工人的神话 他的TV战斗次数之频繁 放眼整个奥界也是无人能及的 竟然是一天要参与多次战斗 身上的伤都来不及包扎 就得赶往下一场 直接白眼般来回交替 他最出名的莫过于低于四十八小时 在第一天早晨刚刚打完戴亚伯利谷 中午迪亚波罗就登场教学 好不容易结束五间战斗 到了傍晚迪亚波罗还嫌打得不过瘾 又来找事 好不容易联合利不特 把他干翻了 晚上特里加又过来砸场子 铁了心不让特里加休息 即使而完了第一天 紧接着第二天 又得面对灭亡奥加 灭亡大蛇 特里加三位的轮番进攻 直接给特里加干嘛了 说好的解放呢 这捡了个锤子 同样特里加也是极其罕见的 没有戏手保护器和信心带保护器的奥特曼 登场的第一截被卡尔米拉一顿子皮鞭 伺候不说 大截局进化为自己的最强形态 却手战就吃别闪红 毫不夸张的说 特加女士把倒霉两个顿贴在脸上了 作为曾经远古的亲儿子 邦比优斯运气也罢行 按理说 邦比优斯作为远古最后的尊严之作 已经受到诸多优待 但不知为何 他的待遇确实言难尽 颇有身不逢时的感觉 人家都是客串爱打装逼 只有他是客串爱打暴毙 好不然有点兴奋 也是达哥发布主线任务的NPC 即使远古有意捧他 风头也被后期之秀赛罗抢了个干干净净 截至目前的布莱泽 孟比优斯是奥特曼系列作品里 战败战死次数最多的奥特曼 几乎所有哥哥的死瓦 他都提了一遍 咱们先抛开孟比优斯 花式战败的方式不谈 单就看他的战死记录 首先在TV第37话 面对加修莱因被变成了惊象 接着46话又被格罗扎姆 捅了一刀后做成了冰雕 到了大纪迪就为皇帝安排他星人 一发雷索流母光线打成了光粒子 而到了奥特曼们展现自己的实力 花式装逼的剧场版 孟比优斯同样没有躲过暴毙的待遇 在剧场版本片被 嘎斯星人和纳克尔星人抓住不说 到了超8又被西国利特星人 变成了一尊铜像 此处是把点丢得干干净净的 而星人呢 远古索性不装了 在奥特使用室里 直接让他开场就吃鞭 至于孟比优斯为何落到如此的地步 小伙伴们 看看在奥特使用室里的C位是谁就懂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 招和奥基本就和强无敌几个字挂钩 平成后背或者星神弹们要落败的时候 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局势即将逆转 但杰克却称其中的一朵奇葩 不知道是得罪了编剧 还是得罪了远古 杰克的运气简直没到了极点 喝口水都能呛着 孟比优斯比起他简直就是 五大拉门前卖吹饼 猪八戒门前五钉趴 杰克在TV结束后 在STV里和兄弟一起回归 先后经历了十字架捆绑普类 和等身手办体验港 看罗TV难得有自己的单独表现机会 结果却是千里送近视器 自己就剩一张皮 到了雷尔TV 杰克作为特使 给失去变身能力的散文送装备 却被半路截胡 阿雷顿打都是轻的 还要被迫带口球修持play 如果只是剧集内倒霉就算了 即使放眼现实生活 杰克就像是一个透明人 一点面子都没有 按照原物的尿性 奥特曼在过周年的时候 不说出剧场版舞台剧 最起码在当年的奥特曼剧集里 也得意思意思 给老前辈们串串场 招个逼啥的 但纵观整个招合时期的奥特曼 只有杰克一人的周年纪念活动 几乎为零 人家爱迪老师好歹在奥特银河格斗里 和彩龙虎刷装了莫大的 反观杰克想要回归 怎么能少得了麦克斯呢 其他的奥特曼运气不好 要么是因为匹配机制 要么是因为待遇逆天 而被一集剧情毁掉人设的奥特曼 纵观奥特曼系列作品 仅此一家 麦克斯本身的实力没什么问题 打得怪一个比一个bug 就是因为TVD15话的剧情 实在是太过于沉重 远古为了缓和压抑的氛围 给麦克斯安排了一集娱乐像剧情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这一话的出现 让麦克斯15话辛辛苦苦的付出 功亏一亏 本化登场的宇宙怪猫 具有让生物失忆的能力 麦克斯受此影响大脑短路 做出了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骚操作 在这许多没看过麦克斯剧集 只看过这一个片段的人断章取义 麦克斯莫名其迈的就被扣上了逗逼的黑名 无论他在TVD的表现有多强 也无法改变大伙对他的刻板印象 为远古从来不考虑麦克斯的感受 在超音和传说里 为了给赛罗贝利亚铺路 本来实力超全的麦克斯 又被扣上了最快最强 两过一掌的骂名 奥特使用士和奥特格斗里的糟糕表现 更不用提啊 好不容易在X的TVD 有了超级爱打王的表现 又被查证为导演忘记开计时机导致的 就麦克斯的梅运缠身的表现 恐怕只有多拜拜诺亚老祖才能逢凶化吉了 以上就是运气奇杀的奥特曼 不知道谁才是小伙伴们的梅运之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